关山镇农会美国学校因为有著著名的米乖乖 以及许多的体验游城是不少人假日出游的首选地点 但是最近美国学校就发现有许多的艺术装置品都遭到人为的破坏 更有民众是不守规矩随意拿走了艺术品 让美国学校人员颇为困扰 并且也特别的呼吁民众要多发挥功德心 请不要破坏或者是任意带走任何的装置艺术品 让后续的游客无法观赏 关山镇农会美国学校的公仔模型 头整个断成两截 而民宝宝上头的筷子几米粒也被折断拔下 这边本来有一个米粒的也掉了 不知道被谁带回家煮饭去了 那本来还有一双很好的筷子了 结果也都被人家折断了 美国学校校长无奈地表示 最近有太多游客破坏远区内的装置艺术品 希望游客可以多发挥功德心 否则艺术品遭破坏殆尽 将导致后续来放的游客 没有可以拍照达卡的艺术品 也许游客非常的热心 非常想要跟这些 这些艺术家创作的一些玩偶 来拍照 但是也许 或许是太兴奋了 或怎么样 用力太猛 你看 这个都被断了头 甚至很多的玩偶 切了 都切了一块 少一块 切一块的 那这个现象 其实 当然我们也不是怪游客 但是我们希望做来 呼吁大家能够更珍惜这些资源 让后面的人也能够看得到 这样可能在对这个环境来讲也是比较好的 希望大家来到米国学校 我们都非常欢迎 但是善待我们这些创作品 那校长我问一下 那我们这样子后续的维修的费用是要怎么处理 现在还在头痛 现在还在头痛 所以我们现在找人 费用还是歧视 能不能修复才是问题 所以也是担心说没办法修复 就是少了一样艺术品 对 就是少了这些东西 后面的人就没办法看得到了 除了这两件艺术品之外 在厕所的屁股造型卫生纸盒也遭破坏 墙壁上头的山珠耳朵也惨遭毒手 希望民众能够发挥功德心 破坏艺术品除了造成园区收伤方面的困扰之外 也会让其他人无法欣赏到艺术家的成果 记者陈志玲 关山正报道